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自从美中贸易战开打 中共科技巨头华为就处在了风口浪尖上 对这个被指控是中共间谍机构的企业 美国正在世界各地进行对它围堵 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 关于华为的丑闻是不断被披露 最近又传出了一档事 华为新款手机爆炸了 而且炸伤了人 由于时机敏感 所以这个消息迅速在互联网上被人们疯传 那华为随后抬出了李小龙来澄清 不过很多网友并不相信华为的说法 4月10号下午 事情发生了反转 有关这种华为手机爆炸的消息 大量被删除了 对华为来说 这个事就是添堵 网名身体豪虎 在3月30号的微博上发帖 说他父亲放在口袋里的 华为Nova 3手机突然爆炸了 导致大腿深度烧伤 他还说 手机壳是华为随机附赠的 他父亲是轻度使用 居然也能遇上爆炸 真是令人害怕 身体豪虎还上传了爆炸后的手机 以及他父亲那个伤口的照片 从照片看上去 伤口很深 4月1号 华为终端客服在微博上回复身体豪虎 反应的问题正在处理 让他耐心等待 可是事情就一直这样悬着 直到昨天 大陆多家财经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事 这似乎引起了华为的重视 安排李小龙出面了 李小龙对大陆媒体表示 同类问题多出于用户私自拆机 和假冒电池所致 但是他承认自己 对这个事并不了解情况 他同时还表示 说已经派专人处理这个事了 这个李小龙 是华为手机产品线的副总裁 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 那个著名的武打影星 已经过世的李小龙 只是同名同姓 算不上山寨 但是李小龙的这个说法 很让人怀疑 不了解情况 却先给定了调子 把责任推给了用户私拆 和使用假冒电池 言外之意就是 华为没责任 就在李小龙说 派专人处理之后不久 我们看到昨天下午 网上关于这宗 华为手机爆炸的消息 就被大规模删除了 身体豪虎的微博里 也只留下了 下午两点多发的那个帖子 说他父亲的伤势 没什么大问题 手机爆炸 是因为他父亲 更换的非官方电池 出现故障所致 还说假电池害死人 细心的网友可能注意到了 这条帖子的文字上 可能经过了仔细推敲 说对华为售后 因非官方配件产生的故障 还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表示感谢 对华为及各位网友 产生的误会表示歉意 这个很严谨的说法 让人觉得有一些官方味道 而且这条帖子是通过 华为Mate 20手机发出的 我们没有办法核实 发帖人是不是身体豪虎本人 但这个帖子 的确是在他的微博当中 同时有一个名叫 硅谷分析师的自媒体 在腾讯平台也发了消息 说经过官方售后 仔细检查 证实爆炸的华为Nova 3手机 使用的是更换了的电池 不是原装电池 用网友的话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反转 但是身体豪虎也好 硅谷分析师也好 他们的说法 根本禁不住大量网友的质疑 网友表示 去年7月才开麦的手机 六七个月就去换电池 怎么可能呢 就算是天天玩手机 也不至于半年时间 手机电池就不行了 这究竟是华为手机质量不行 还是华为在侮辱人的智商 就算真换了电池 华为品控也太差了吧 说的人们都快相信了 看来使用华为手机 必须得买一套防暴装置 也有网友调侃身体豪虎 还在保修期内的手机 电池故障不找免费的客服 却自己出钱找第三方换 你父亲很大方啊 而且问题来了 因为事已经出了 你肯定要去找 给你父亲换电池的维修部 哪个街边小店来负这个责呢 但愿你不要紧发 这一条微博就不了了之 那只能证明一点 公关能力哪加强 网友的分析是真真见血 我们估计这件事 可能就会到此打住了 身体豪虎说不出在哪换的电池 可能也不会再发相关的帖子 正向网友所分析 身体豪虎可能被公关了 钱到位什么都好说 没有钱摆不平的事 还有网友调侃 华为正式向军工企业转型 出品的第一款军工产品 就是Nova 3炸弹 不过华为手机爆炸 这可不是第一次 只不过现在能查到的消息 是少之又少 2016年的10月 有网友就爆料 一位南京用户的华为P9 Plus手机爆炸了 并且还上转了图片 同一年 网友正式家族小玉 也是发出图文爆料 有一位用户 华为手机爆炸炸到了脸上 找到华为手机店 但官方不予理睬 于是客户打横斧 游街表示抗议 还有一则是内蒙古晨报的消息 一对夫妻在沉睡当中 被爆炸声惊醒 伴随着浓烟扩散和残渣飞溅 他们发现在床头柜上充电的 华为手机爆炸了 有网友评论指出 一个手机品牌的手机发生爆炸 不是好好的调查爆炸原因 对用户进行赔偿 而是想方设法删帖封锁消息 靠公关手段来限制传播信息 华为也太没有责任心了吧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